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關你對敬州巷的投訴 初步顯示 你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被傳媒在你的單位外面遠處偷拍 可能涉及不公平收集個人資料 違反保障資料原則 公署將就投訴展開調查 安娜 你是不是真的有心智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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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對不起 我今天把這個真相說出來 是希望我家人不會再受到騷擾 小朋友是無辜的 希望大家尊重我的私隱 怎麼?這麼安靜? 給你們的東西振奮吧 人家發周刊 影帝中天包, 依賴團錠做封面 多買三萬本 我們, 勁周刊 靚毛沙灘, 胸壓巨胸藍 我問你, 誰都知道他出寫真 是誰都知道他出寫的 你還登封面也有 怎麼樣?頭這麼低 有什麼想了出來? 有 渣男女神Anna J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整容還是被人包? 豈止這麼濕碎, 阿滴跟她好朋友 我… 是不是?好, 下個星期的封面 已經預料給你了 好, 今天 謝謝你, 阿滴 你拍照我最放心的了 是朋友來的, 一定拍得好一點 做迷訪問可以的了 到最後我想再問你一條問題 就是那些讀者一直都很想知道 你的事業、愛情 甚至是家庭 你可以說些話來聽聽嗎 其實我家很簡單 我家… 他家真的很簡單 爸爸在美國做生意 所以小時候跟了一家人 移民去那邊 但學畢業才回來香港發展 所以你看看他吧, 像一個竹星妹一樣 婆婆, 買了東西給你 Anna, 你回來就好了 昨天波仔發燒, 我又不敢打電話給你 婆婆, 有沒有事? 婆婆, 她還有沒有燒? 是, 醫生退了燒 是嗎? 婆婆, 媽媽都疼你了 婆婆, 真是辛苦你了 我現在事業剛起步 你又沒賺到甚麼錢 但我答應你, 我會努力做事 將來給你最好的生活和婆婆 其實一天都是我不好 好, 你小時候 我都沒有好好看著你 別說這些了, 都過去了 現在最重要是向前看 稍後還有一部生氣找我試鏡 是嗎? 待會兒走, 你要小心點 別讓記者看到你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我來吧 我手車好了 我也不明白為何有人肯自己放料 被人跟隨的 我也不明白, 想讓他讓人 孫市主庭, 讓其他小花枝難而退 那就可以早點家庭豪盤 這樣也可以嗎? 小狗想跟我, 真是發怨 有甚麼讓你沿岸區車神 收工廁所, 不如駕駛慢點, 我好害怕 好, 好像黃了 我馬上截停它, 你肯定下車 拍幾張, 快點 別這麼賭, 看著老命 肥小狗, 如果讓我知道 誰放電話給他們, 一定讓顏色看看 對, Mimmy, 你說誰敢放電話給他們 我怎麼知道 喂, 警長 回來吧, 狗仔 又壞了 是…Mimmy姐,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下次找點聰明的狗仔隊來 不好意思… 別生氣, 好…謝謝…再見 你們倆是怎樣的? 全都給予了, 還能跑掉嗎? 我乖的事, 我的手車糟糕了 為甚麼?你支持他嗎? 你手車又糟糕, 又拍不到照片 你做了幾十年狗仔隊了 對不起, 芯姐, 下次不會吧 下次, 下次? 別說沒有, 不近人情 這裡有件厲害的事 絕對是秘密, 有關N.A.J.的身世 但我欠一張漂亮的照片 還下個星期是封面 好好拍照片, 將功補過 不然 你們倆說火火, 回家慢慢坐吧 出世紫英印券 我們選安娜的真名 看看其他 還有這麼多堅囂嗎? 但這些東西爆了出去, 沒了前途 是的, 你手軟嗎? 為甚麼不手軟呢? 我入行就是為了做機神 機神?甚麼機神? 在傳說裡面, 我們有一位行家 他可以在三秒之內 拍到十個不同的人的大頭 還要將一張都是清的 我們叫他的名字叫做三秒十頭 那麼厲害? 那個人現在在哪兒? 不知道, 消失了, 或者做了老總 不要緊, 最主要是他是我的偶像 那天阿迪突然約我做訪問 我懷疑他就是從那天訪問之後 開始跟蹤偷拍我的 那就是他可能通過有計劃的監察方法 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 從你的屋外遠處 偷拍你在屋裡的私人生活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就有可能違反了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 保障資料 第一二原則的規定 屬於不公平收集個人資料 我只是打工, 不知道你說甚麼 我只知道公眾有知情權 那這一輯照片 是不是你在六月二十四號的時候拍的? 雜誌的事我不清楚, 我不知道 不是說實話嗎 Anna已經回家了這麼久 我想她不會下來 不如我們下班回家,好嗎 我夠想 萬一Anna下來怎麼辦 又萬一那個公子上去那怎麼辦 萬一有警察找你又怎麼辦 甚麼阿Sir 兩位 怎樣?阿Sir 你們在這裡做甚麼?請身分證 我們是記者 記者? 是的 半夜三更在這裡做甚麼? 我們特發組在這裡準備好 準備好 我先給你們新分證 不好意思,不妨礙你了 慢著,不是不讓你停在這裡 不過停車就要適時 適時?阿Sir,外面整個四十度 不適時的就開車吧 我們現在馬上適時… 好,行…好…關掉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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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中有歡喜 難免亦常有慮 我們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總算是歡笑待遇寂寂 人生不免崎嶇 難以絕無掛淚 何時同舟在獅子山下車 共濟拋棄去分球共隊 阿迪, 我們跟著Anna 為何跑來這裡 芯姐的針錄說 知道Anna還有一個鬥在這裡 叫我們來報她 走吧 目標在哪裡? 十四樓, 樓梯口向左掃第三間 像這裡 謝謝婆婆 不用, Anna都說了你會來 你會來的, 你們隨便 好, 那我們到處看看 不用 Michael, 照片應該是拍到這個位置 這裡是對著窗 是嗎? 當時窗簾是半掩的 對面也是山坡, 沒路 在屋裡如果被人拍照 根本不會察覺到 除非偷拍的人 刻意躲在對面的山坡 我等了三天 我單位只有婆婆和寶寶 還等不等? 等死都等 誰? 寶寶, 今天今天乖不乖 你看, 剛剛玩完了 整頭大汗 幫你洗澡吧 好, 跟媽媽 媽媽和寶寶衝過了 雖然乖乖 是Anna, 她進了房子 是呀, 中了… 寶寶一定去私生寺 你這麼快就肯定? 作定封面標題 不行 角度和位置都和相片混合 距離大概八百米 是 對面十四樓 樓梯隔離第三隻窗 應該是這裡拍的 好, 那我先記錄下所有資料 這幅照片一點都不容易拍 但如果有人觸犯條例 一定查到 站上去 寶寶乖, 媽媽幫你抹心 真的有料到 快點拍 Micky Micky, 乖不乖 快點拍, 衣服要十個頭… 我們剛剛洗完澡 準備出來穿衣服 可能窗簾還沒完全關掉 但我沒想過對面三波這麼遠 他們也偷拍到 投訴人投訴你們雜誌社 不公平收集他們的個人資料 那你們為什麼和在什麼情況下 拍這輯照片? 首先, 新聞的來源我們不能透露 至於Anna Jay小姐這篇報道 她有私生指是基於事實 也因為公眾有知情權和公眾利益的關係 我們才揭露 我不覺得我們有做錯 他們經常說知情權和公眾利益 吃得鹹如抵得渴 我做得這一行 我已經預算被狗仔跟著了 但我的私生活 我在家裏穿成點 甚至我替小朋友穿衣服 和他的裸體 和公眾利益有什麼關係 我猜不到Anna Jay有私生指 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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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私生指嗎? Anna… 有什麼話? Anna… Anna 我究竟是否做錯了 你讓我坦白和健仔說清楚這件事 你先忍耐一下 我會幫你處理的 公司打算安排你去個人資料 私隱專員公署投訴 讓你可以拿回一個公道 公道?我真的很辛苦 我不想再避離避去 我不想再做公主了 我今天替你取消所有預約他 你先回家約會一下, 好不好? 別哭了 雖然保障資料的第一原則 沒有要求傳媒一定要得到藝人的同意 才可以收集他們的個人資料 但在收集他們的個人資料的同時 也要顧及他們私隱的合理期望 在這宗個案 藝人身處景觀開陽的家 是不會預期他們的舉動會被偷拍的 即是有合理的私隱期望 你站住 真是你? 你偷拍我? 為甚麼? 我只當你是朋友 你為甚麼要這樣做? 我只是做事 我是記者 我有責任報道真相 真相? 你正在侵犯我私隱 你是藝人? 你早就早就被人拍? 我是為了公眾利益著想 好, 我是應該被人拍的 但我兒子的裸照 和公眾利益有甚麼關係? 是的, 我是有兒子的 但不像你們雜誌所說 吵架, 亂搞男女關係 不負責任 是 我以前是不對 但現在很尊重我自己的工作 一就是為自己理想而努力 而你呢? 你知道你在做甚麼嗎? 為甚麼你在箱子上再踩一腳? 聽起來… 如果你的雜誌 今期賣到斷市 剛才老闆打開來賺 今年你的花紅 一定會讓你們笑笑笑笑 阿滴, 做得好 以後就跟著Anna 下期再接再來, 靠你一碟 我不幹了 不幹? 她說炒你猶豫, 你說炒你 我現在問你 你做了幾十年, 還在做小狗 車你駕駛得不好 照片你拍得不好 你回答甚麼嘴巴 你吵甚麼? 你別這麼大聲跟我說話 看 十張大頭, 張張也這麼清 十張也這麼清 難道你就是傳說中 三秒拍十個頭的基神? 我做了幾十年都是做小狗 是因為我尊重這份職業 而你就是另一種人 這是甚麼人? 自己想想 阿滴, 我們走 根據攝影師阿滴提供的資料 這次的偷拍 是通過有計劃的監察方法進行 有關攝影師在幾天之內 日以繼夜地進行拍攝的工作 除非有充分的理據 否則這種行為 已經嚴重地侵犯了藝人的私隱 不能視為公平地收集個人資料 好, 我們預備了調查報告之後 可以發給被投訴機構和投訴人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根據條例 發執行通知給被投訴機構 我已經再去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那裡交代所有事情了 聽說你辭職了 去第二間公司拍攝高官和議員 那又會不會侵犯私隱? 放心, 我已經背清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我也想公眾有知情權之餘 也可以維護個人資料私隱 那我們還是朋友吧? 當然了 她是你男朋友 是不是秘密拍拖? 不… 你們什麼時候怎麼生孩子? 我們大家自己有… 自己有面子好 大家自己回應一下 我們走吧 不要走… 不要走… 既然和— civic拍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